哈喽大家好我是麦 这教学上的我会教你如何找回你之前曾经inbox你一个人 Inbox过你的人或者曾经你们engash过的人 找回之前的资产就是说以前你可能用了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两块钱 两块钱找了一个人inbox 现在呢如果说你以前有1000个人的话 这边呢可以找出1000个回来 给曾经inbox过你的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你打给你卖点了 也就是一直重复的 啊一直不让他们这些是你的资产 给你只要去这个房间 这房间 subscriber manager 你点这房神 只会出现这些 给这个呢就是 以前跟现在你打广告的时候你按这个就会找回的这个呢是 就是你装了给你装了这个 Messenger啊不得手你才能开始收集的给所以你只要按这个了 这个基本上已经cover完这一个了所以你只要用这个就可以了 给这边就会显示说这个是我 花钱打广告 Inbox我的120个人 这个是曾经以前 啊 没有啊没有那些花钱啊或者甚至花钱都可以找回来 给你看到吗这边你只要按一个scan字吧 scan 然后按start 你这个功能就是这么简单 还收集回你以前的这些人 你可以一直的去重复的去 OK看到吗他已经那个了 重复多都有327个 看到吗 很好用的 之后呢这些人啊你可以去follow他们去吧 这边有一个 功能就去吧 这功能就去吧 这个呢我会在下一个教学教你 这个教学只是教你如何找回之前 Inbox过你的人 我们下个教学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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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congress 谢谢大家